看这台车去干啥的 我的天哪 这是刚刚压客回来吧 这是 全是回 打开门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 哇 一个温泉 看里边喷水 朋友们在我身后 这个不是一个人工的一个喷泉 这是一个在山顶之上 天然的一个温泉 这个温泉是一个一年四季 都是这么大猛烈的一个喷水量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青海的火星基地 这里是俄伯良野温泉 我们今天开了一天的车 穿越在火星基地上面 来了就是为了看这个野的一个喷泉 但是这儿的这个温泉 这个含黄量太高 这个水啊尽量是别碰 这个水现在在这看都是 下面有非常多黄色的沉淀物的 所以这个水 是不能像其他的野温泉一样 可以去泡温泉水的 看看这个黄 沉淀出来这个黄色的 应该就是矿物质 一直在喷热气冒着 这里呢是火星基地 火星基地的鹅伯良温泉 然后我们今天就在这儿露营了 就在户外露营 晚上在这儿过夜 现在准备去找露营地 小哥的窗户上都是温泉水 车在这儿停了一会儿 车前面都是这个温泉的水 我们现在去找露营的地方 看今天晚上在那儿住 这个地方还不错吧 那边可以避风 左右也遮挡一下 然后开始扎帐篷 把帐篷扎到中间 做饭的帐篷也扎在中间 等明天早上醒来之后 对面的日出啊 直接就能看到 看这些一个一个的亚丹 亚丹帝梦 今天在这儿露营 好的一点是没有风 没有风 但是还是只要太阳下山 这边的温度会下降好几度 因为我们人多嘛 有六七个人 所以准备的发电机 晚上睡觉的话 可以用那个电褥子 手机充电啊 包括设备充电 都靠这个来带动电的 这个也比较靠谱一点 比较稳定一点 小哥这个多少瓦的 三千多 三千多 手机充电 设备充电是基本够用的 那没问题的 把这个线往里边走走 这个给弄到帐篷旁边 在这儿露营的 合法的 这是个景区里边 完了这是可以露营的 进这里边呢 也需要掏门票的 我们一台车五百块钱 两台车一千块钱 他不管你车里边坐几个人 反正就是一台车五百块钱 这样的 我带大家看一看 都在干嘛呢 现在在紧锣密鼓的 做饭的做饭 直让步的直让步 两个房间 这是我们的厨师 今天什么菜系 今天有一个土豆冻牛奶 几个菜吧 三菜一汤 三菜一汤 看高压锅焖的米饭 人比较多一点 所以用这种大一点的高压锅 这个房间 泡茶呢风哥 几个炉子 几个炉子 几个壶 一个就行了 这个壶等一会儿 这个壶先烧开 这个壶小 烧得快 好嘞行 这等会儿在这喝点茶 我带着也有红茶了 然后呢 带着个紫砂壶 我们带着有杯子 哎呦 这四砂壶 有都有 哎呦 哈哈 挺傻傻的啊 风哥 我们一块儿的 风哥是一个老的越野玩家 旁边这辆车就是风哥的 看这个 户外餐具专业的 这个是风哥自己的 说拿出来展示展示 看能用啥也派上用场 肯定能用啥 能 我在路上都做过饭 嗯 我在那个年保育则最高的地方 我就拿这个做饭 刚好 有没有朋友认识这个车的 这个冰化了 不是风哥你打这个车 你打的太及时了 我刚刚建这个车的时候 我不太了解这个吉普车 完了 我看后边 风哥给我介绍 风哥说这个车呀 别看这个吉普车 5.7的排量 看那边 5.7V8 它这个是黑米发动机 黑米发动机 黑米发动机 那个公羊 公羊那个用的也是黑米的 6.4 它能切换 而且省油是吧 对对 我也能切换 对对对 然后它是半球 半球燃烧室 是世界十大有名发动机之一 黑米就是比较出名 那个四区切换的 是的 所以它省油嘛 14.4 这属于啥吧 这属于是美式大V吧 没有情怀的人 不开这个车 因为这些太少了 全中国也就500多台 嗯 风哥是个老户外 老户外 这个湖大了 对着我这个小湖 有点 在这还能自己泡着茶喝 今天好的是在这没有风 也没有呼呼叫的声音 比较安静 比较好 你现在要直播吗 没有直播 这视频 视频 这个可以切 OK 可以了 有电了 把拆着拆着 对 有电 现在天黑了 发电机给弄着 发电机离帐篷有一段距离 因为如果有噪音的话 在这也休息不好 行了 菜也齐了 三个菜 一个汤 这汤在下面就被拿了 蛋花汤 怎么样大哥 这个我们在野外过上了城市天火 关键是我跟你说 这电灯的电 城市还没那么亮了 这个发电机打招之后 把这个灯直接给扯过来 声音在这边听着比较小 吃饭也比较安静 呦 太牛了 吃饭也比较安静一点 OK 汤好喝 这来鸡蛋蛋花 好喝 翻鸡汤 好好 哎呀 大哥 辛苦两位兄弟 来 兄弟 对你服务药至上 没有其他人 在家自身上 不正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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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 香蕉蜴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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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泡点囊笔 不行的话 晚上就睡一个水呆了 哈哈哈哈 123 十字